《怪希与电影》 故事依然还要从1985年的美国小镇说起 17岁的高中生马丁 乘坐好友布朗博士发明的时光机 穿越到30年前 改变了老爸懦弱可期的性格 从此 全家人的生活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可就在马丁准备和女友珍妮 开启幸福生活的时候 博士突然造访 并告诉两人 他们的儿子和女儿 在未来遇到了一点麻烦 需要帮忙 于是三人一起乘坐时光机 准备去往未来 此时的时光机 已经得到了博士升级和改造 不仅具备了飞行功能 而且也不再需要稀有的布元素 作为启动能源了 转眼之间 三人就来到了30年后的2015年 珍妮第一次穿越 显得特别激动 一路上都在问东问西 博士不顺其烦 又担心泄露太多信息 会引起时空混乱 于是干脆用了一点麻醉剂 让珍妮睡了过去 博士先将昏睡的珍妮 藏在一条无人的小巷里 然后给了马丁一套新衣服 让他假扮成儿子小马的模样 原来小马就要在今天出事 小霸虎哥拉着小马一起入室盗窃 导致小马被捕入狱 被判15年监禁 马丁的女儿随后劫狱救人 也进了局子被判刑20年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2015年的小马 跟穿越过来的爸爸马丁 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马丁要做的其实很简单 只要代替儿子拒绝小霸虎哥 后面的一切悲剧就不会发生 随后 博士和马丁开始分头行动 博士去找小马 用麻醉剂让他睡上一觉 马丁去镇子上的咖啡厅 代替儿子和虎哥见面 马丁来到镇上 发现未来的一切都充满了黑科技 衣服可以根据体型 自动调节大小 汽车可以在天空肆意飞行 马丁最爱的滑板 也可以悬浮在半空 就连电影海报都是全息投影 斯皮尔伯格的大白沙 更是拍到了第19部 2015年有这些玩意儿吗 田城怎么不记得了呢 可惜马丁没空细细欣赏 他来到咖啡厅 见到了老年胖虎 这人就是当年欺负 马丁爸爸的那个小霸 后来成了马丁家的洗车工 原来虎哥就是老年胖虎的孙子 这小子完美继承了 爷爷的小霸传统 听到马丁拒绝和自己 一起入室盗窃 虎哥二话不说 带着小弟 直接和马丁干了起来 马丁从一个小女孩那里 借来一个飞行滑板 利用自己精湛的技术 完美避开对方的攻击 一番追逐之后 同样踩着飞行滑板的虎哥等人 不慎撞破法院大楼的玻璃 引起一场混乱 被警察抓了起来 完成任务的马丁 准备去找博士会合 这时 旁边的拳击投影 正在播放一场体育赛事 在路人的提醒下 马丁顿时想到了一个支付妙计 他来到书店买了一本体育年鉴 上面记录着 每一场体育赛事的比分 只要将这玩意儿 带回到1985年 以后按照比赛结果下注 岂不是一下一个准 分分钟发大财 想到这里 马丁偷偷带上年鉴 去找博士会合 两人发现 未来的报纸头条 已经由马丁儿子 入室盗窃被捕 变成虎哥等人 因损毁法院被抓入狱 这说明两人的计划已经成功 他们可以安心穿越回去了 就在这时 博士发现了马丁偷偷买来的体育年鉴 一下子就猜到了对方的小心思 博士很生气 他一直认为 如非必要 不能利用时空穿越 随意改变过去和未来 否则很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就在博士狠狠批评马丁的时候 两名女警发现了藏在巷子里的珍妮 通过指纹扫描 女警误以为眼前的珍妮 就是30年前的中年珍妮 决定驱车将她送回家去 看到这一幕 博士有些慌了 要是珍妮撞见了中年版的自己 轻则吓晕过去 重则引起时空混乱 甚至会引发宇宙毁灭呢 博士和马丁立即跟了上去 上车之前 博士顺手将体育年鉴扔进来垃圾桶 来到未来的家里 珍妮终于醒了过来 趁着暂时没人发现自己 她赶紧躲进柜子里面 从柜门的缝隙里 珍妮看见了自己未来的女儿 没想到女儿也跟马丁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珍妮的爸爸妈妈也过来串门 从三人的谈话当中 珍妮得知自己和马丁在未来过得并不幸福 原来马丁一直有跟人赌气的习惯 只要别人叫她胆小鬼 她就会情绪失控 失去判断力 未来的某一天 马丁与人赌气飙车 不小心撞上一辆豪车 不仅赔了一笔巨款 还伤到了自己的手指 之后她无法再弹吉他 音乐梦想就此破灭 人生也开始走下坡路 三人正聊着天 中年马丁下班回家了 紧接着 全家人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 中年马丁因为跟公司老板赌气 被开除了 家庭的惨状让珍妮不忍直视 她准备离开这个家 结果刚到门口 就撞见了中年时期的自己 两人面面相聚 同时吓晕了过去 好在 博士和马丁及时赶到 接走了晕倒的珍妮 三人再次乘坐时光机 回到了1985年 马丁将依旧昏睡的珍妮送回家 可等她回到自己家时 却发现这里住着陌生的一家人 她被当成小偷赶了出来 马丁随即发现 原本整洁的小镇变得破败不堪 到处都是废弃的车辆 甚至还有小混混举着机枪 在街道上随意扫射 马丁一脸懵逼的来到镇中心的位置 这里矗立着一栋高楼 楼上高挂着胖虎的照片和名字 门口的电视上正在循环播放胖虎的发家史 原来胖虎从年少时期开始 便下注体育赛事 依靠自己对比赛结果的精准预测 胖虎挣到了一大笔钱 接着他又买通政府 把小镇建成一座堵城 现在整座小镇都成了胖虎的私人地盘 也成了一处罪恶横行的法外之地 最让马丁懵逼的是 他的亲爸已经死了 胖虎抢取了他的妈妈 成了自己的后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丁赶紧和博士会合 想要搞清楚出了什么状况 博士从时光机里发现了 老年胖虎的拐杖零件 以及那本体育年剑的包装袋 立即意识到 一切都是老年胖虎在搞鬼 原来他们穿越到未来的时候 不小心被老年胖虎盯上了 对方偷听到时光机的事情 以及马丁的制服妙招 老年胖虎于是从垃圾桶里 拿走了体育年剑 又悄悄跟在两人背后 趁着他们接应珍妮的功夫 老年胖虎偷偷乘坐时光机 回到过去 将年剑交给了年轻时期的自己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马丁一家以及整个小镇 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想要让这一切重新回到正轨 他们就必须先搞清楚 年轻时期的胖虎 是在哪一天得到了体育年剑 然后再穿回到那个时间点 从他手中把东西偷过来毁掉 马丁找到后把胖虎 直接问他是在什么时候 找到那本年剑呢 对方倒也客气 他告诉马丁 自己就是在30年前的那场舞会上 得到了那本致富秘籍 说完 中年胖虎便准备杀人灭口 马丁一路逃到楼顶 危急时刻 博士驾驶时光机赶到 将马丁救走 接着 两人再次穿越到了1955年的舞会当天 也就是马丁父母陷入爱情的那一天 马丁提前躲进胖虎的车子里 目睹了老年胖虎将体育年剑 交给年轻时期的自己 随后 马丁开始寻找偷走年剑的机会 可胖虎一直小心翼翼地 将东西藏在自己身上 马丁只好跟着他来到舞会现场 直到马丁无从下手之际 熟悉的一幕发生了 胖虎因为调戏马丁年轻时期的妈妈阿莲 被马丁爸爸乔治一拳打晕在地 马丁立即上前 拿走了胖虎口袋里的体育年剑 就在马丁带着东西 准备到天台和博士会合的时候 醒过来的胖虎追了上来 表示要跟他单挑 马丁原本无信理会 可对方嘲笑他是个胆小鬼 这话一下子戳中了马丁的卵肋 让他顿时情绪失控 然而还没等马丁动手 另一个穿越而来的马丁突然推开门 不小心将其砸晕在地 然后就匆忙离开了 原来第一步回到未来里 穿越回来给母亲当红娘的马丁 还在这个时空里 红娘马丁离开之后 胖虎再次抢走了体育年剑 并驱车离开了舞会现场 马丁和博士乘坐时光机追了上去 利用从未来带回来的飞行滑板 马丁悄悄靠近胖虎的车子 想要再将东西偷出来 可惜还是被对方发现了 一番混战之后 马丁最终抢到了年剑 将之烧毁之后 未来的报纸上 马丁父亲死亡的新闻随即消失 一切似乎又重回正轨 正当马丁准备跟着博士一起回到未来的时候 一条闪电批中了飞在半空中的时光机 博士连同机器一起消失在夜空之中 只剩下马丁一个人一脸懵逼的将在原地 这时一个陌生男人驱车而来 交给马丁一个信封 男人自称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马丁 这封信件银行已经保存了整整70年 寄存信件的那个人 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在70年后 将信件交给一个叫马丁的人 写信的正是刚刚被闪电批中的博士 原来博士没有死 只是被困在了1885年的西部牛仔时代 博士还在信中写下马丁回到未来的方法 下一场时空历险即将开启 第二部回到未来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马丁能否成功回到未来 被困1885年布朗博士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 天诚最近将继续给大家讲解本系列的最后一部影片 回到未来三 回到未来二中有很多关于2015年的科技猜想 颇有意思 比如能够自动调整大小的衣服和鞋子 会飞的汽车滑板等 只可惜 即使到了2021年的今天 影片中很多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都还没有实现 在本片中 扮演马丁的迈克尔杰福克斯一人分饰了五个角色 除了男主角马丁本人外 他还扮演了第一部里穿越到1955年的红娘马丁 中年时期的马丁 中年马丁的儿子 以及中年马丁的女儿 其中最为惊艳的还是长发的女儿角色 天诚小时候看这部影片的时候 竟然完全没发现 男主还是个女装大佬 细心的小伙伴们有发现这个有趣的细节吗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奇幻玄幻魔幻以及科幻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订阅怪奇与电影哦 我是主播田成 我们下期再见